到底签不签 完了 这个该死的情人 我堂堂玉璃星猫王子 居然要毁在这个女子手上 他 少将军呢 他 洛峰 把你的脏手拿开 我告诉你啊 你虽然是头等侍女 但是除了少将军 谁都不许在东远营吗 听见没有 洛峰你放我下来啊 少将军衣服怎么落下的 他去哪儿了 不许在哪儿 我许在哪儿 我许在哪儿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来到京城 进入莫府 怎么能半点哥哥的消息 都打听不到 便落寒而逃 洪硕 不就是一只猫吗 就算是个妖怪 也只是一个小猫妖 我怕他干吗 我才不是猫妖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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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半夜的 在书上干吗 想吓死人啊你 你说我 你自己不也坐在墙头吗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不对 什么猫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本王子真正的实力 你 你就不能飞慢点吗 刚才那只是跳 又不是飞 还有你别吐在我的猫舍里面啊 这儿是哪儿 这里呢 是我的秘密基地 你们猫妖的爱好 真是奇特啊 我警告你最后一遍啊 我不是猫妖 那是什么 我的家在那里 北方人啊 兄弟 我是来自星星的猫 骗三岁小孩呢 你一个小猫妖 还想装神仙 真可笑 我堂堂玉离星王子 竟然说我可笑了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签还是不签 不签 你能拿我怎么样 完了 忘了该死的契约了 主仆契约第一条 主人受外伤 冒灰头部受到伤害 离开 臭猫 你还想占我便宜 还想占我便宜 别以为你变成猫了 看了 你看了 这么便宜很